HTC HD 2 真的是一個饑荒 原本內建是Windows Phone 6.5 後來有神人高手寫出了SD版 記憶卡版的Android 去年底12月31日研究出直刷版 很多直刷版的Android 一月多就開始有Windows Phone 7 除了這幾個系統之外 甚至還有Ubuntu Migo都可以玩 所以它一共有主要包含原來的系統 就有五個系統可以玩 只是只有Android的 Windows Phone 6.5跟7 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其他像Ubuntu玩過那真的是很頓 那Migo的話還沒放出來 但是有影片了 那這邊展示的是Windows Phone 7 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呢 是第二版了 那它已經內進越獄了 它有解鎖了 那但是呢 我裝的這個版本還是要啟動嘛 所以呢 你還是要自己想辦法取得啟動嘛 那我們現在展示一下開機 但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個案 那個 有時候會當機 而且還蠻常見的喔 這一台 會當機 當然這個就需要 多一點白老鼠來試一下 這個勇者來試一下 到底是我這一台的問題 還是說 就 大家都是這樣 Spark 好 那開機速度呢 其實是比Android快很多 就直刷Android還快 好 這樣就開機完成了 到主畫面這邊就是開機完成了 好那 就可以進入Marketplace 非常的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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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會有咕嚕咕嚕的感覺 但是呢 缺點就是 目前因為還沒有中文化 所以都是英文介面 所以你如果對英文比較害怕的 千萬不要使用 因為你會很痛苦 好現在隨便來update一下 好 那現在已經在 有沒有 好已經在下載了 這樣就在下載了嗎 這個進度條 這個進度條 所以呢 我現在是隨身要帶著一個牙籤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當機 當機的話 有時候還會自己重新開機 有時候你得自己 戳那個reset 所以又回到以前戳屁屁 6.5戳屁屁 好這樣就已經下載完成了 進度條跑完 進度條跑完 這個現在正在安裝 好 他說 要授權 有點問題 那就算了 好 這marketplace是可以進來的 這沒問題 好 可以點apps 可以點apps 好 這個是HTC的hub 那因為 Windows Phone 7呢 是不允許你去外掛的 所以 HTC 就沒有HTCsense 好他就沒sense了 那 沒sense怎麼辦 啊我自己 裝 自己自己創一個就好啦 所以你要自己額外下載啊 包含我們大家很熟悉的天氣啊 失蹤啊那些的 那個特效 嗯 你在Windows Phone 7上面看不到 你拿到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的 你自己要下載 那你就會有個HTC Hub 好這個HTC Hub呢就是 有那個天氣 好然後YouTube也是一樣 你要自己下載 好那 我接著時間就 已經先下載完了 所以呢 HTC Hub 這個也蠻炫的 但是聲音要開 可以大一點 好 很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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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要看特效怎麼辦 它其實有個Demo Mode 就是展示模式 點進去 哇好炫喔 真的特地炫 好 然後再點這邊 更多 然後有個Demo Mode 有沒有 點進去 然後它說 然後它說 向上或向下滑 就可以切換 那一共有十個 一共有十個模式 這個十個 樣式 這樣子 有沒有熟悉的雨刷 好 有時候 沒等到載入 啊 有時候沒等到載入了 有雷聲 太急了 太急了 快點 好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Fuck 是 這個 多霧的 它會 有一種警告聲 這個是冰塊的聲音 結冰的聲音 好 其實不錯 然後 Gathermore的話 就是HTC的那些 應用程式 好 那 用完這個 這個插把世代 好像這個你看 我已經安裝完成了 所以真的是可以安裝 它真的解鎖了 這真的很厲害 感謝這些神人 不然 這個 我是因為啊 看到它這麼 刷這麼多 趕快買 趕快入手 幾乎都有試用版 因為我發現它好像還不錯 都有試用版 你可以去try 免費試用版 Check install 下面那個就不要理他 看這個 10 15 那當然就是看你的網路速度怎麼樣 不過遊戲 容量也不小 好 那這就是這個等待的時候呢 順便廣告一下 波爾再幫人家指刷的啊 好 那這就是這個等待的時候呢 可以去 拍賣找一下 露貼 我在直刷的 看你要刷2.2 2.3 還是你要Windows Phone 7 都OK 但請你人到板橋來 正在安裝中 然後呢 直刷這種行為呢 其實是破壞保固的 所以呢 你要自己來 心臟夠大 你要很勇敢 那你就有勇氣 就刷下去 按照步驟 是應該 也不太可能會刷失敗 對 對啊 這是不敢保證 在安裝很久 正在安裝中 現在就等Windows Phone 7 中文化 然後呢 它 還有一個備份的功能 聽說也會更新 聽說也會更新 然後還有複製貼上 這三個 如果都更新 我相信很多人會來玩 我相信還有很多人來玩 來玩這個HD7 讚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檔機 沒有 嚇死我 都很怕它都放機啊 好 它現在是載入中 Loading 你看 4.3吋 前年的機皇 到現在你都還可以玩到最新的 作業系統 前五股仁後無來股 這是第一台 大概也最後一台了吧 如果還有其他台這樣搞 HTC都不要賣啊 然後聲音時代是非常高 我再關小一點 我再關小一點 Start new game Arduria Free player Touch to continue Touch啊 喔 這可以架死戰機 但是呢 遊戲我很不會玩 所以呢 就還是算 趕快離開 哇 沒有 離開遊戲 啊 Quit 所以呢 剛剛畫面上面的 英文你都要看得懂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那有人說呢 手機最基本打電話 可不可以打電話呢 試試看就知道啦 鍵盤交出來 我 摳一下 摳一下 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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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電話功能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至少是撥通的 然後 有什麼可以玩呢 YouTube 展示一下YouTube 可以Search 中文你要自己想辦法 如果你要打中文 關鍵字 是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呢 希望有 Windows Phone 7 手機的人 可以搜尋到你的影片 現在有個技巧 請將影片名稱設為英文 你就取英文名 那人家才辦法打 不用安裝中文 它不用切換 像我就有錄一個 這個 這個 今天呢 凌晨2點的時候 Google發表了 什麼 Enjoy Market 的網頁版 在哪裡呢 找那個 9分04秒 那個就是我 又找不到 GET MORE GET MORE 唉唷啊 9分04秒 不好意思 難怪催我了 難怪找不到 好 自動轉橫 那你這邊呢 有個HQ High Quality的意思 右上角 正在轉 就不要讓它在載 載入中 那 一樣 就看網路速度啦 有沒有 出來了 聲音 不要調太大聲 好 一樣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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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非常快 然後呢 還有一個 就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就是照相啦 照相的話 畫 CAMERA 好 這是它的照相機介面 呃 沒有自動對焦 自動對焦是有問題的 但是呢 錄影很厲害 錄影還比較厲害啊 所以呢 HD7擅長比較 這個 比較擅長錄影就對了 它會追蹤喔 呃 這個不是追蹤就是 它會那個 會 對焦 會錄影中會一直對焦 所以這很讚 好那看一下設定 它有 這個特效 效果 而且它效果是馬上預覽 馬上預覽喔 好 你可以復古一點 返回 Resolution 可以到720p 這個就很厲害了 有沒有 好 解析度 然後呢 Flicker 還可以Flicker 然後這個 右邊這個閃光 好這是錄影的 那照相呢 照相 一樣 Resolution到500萬 那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Portrait Landscape 這個 這個 場景模式 那你如果設一設 我要回到預設子 最底下有一個 Restore to Default 就是到預設子 還原到預設子 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有那個的喔 它是有 它可以證證 剛好這沒問題 那Maps 這部分當然還是 英文版 你看 有沒有很精準 我要 多點觸控 是有的 怕它點一下太快 地點就曝光了 好那 這些 這三個程式 你看出來是什麼嗎 看不出來 不要再試了 因為 如果要用它的地圖 它就是 用音域的方式 這是土層嗎 土層 新裝 應該是新裝吧 新 好像這個 樹林 樹林 當然還沒有五都 所以 都還是City Yong City 這個什麼 盧州 永河 永河 然後 這個 District 就是區 南港 這是大安 你要幾乎喔 這個 幾秒鐘之內 你要看得出來 它的音域是什麼 那你用這地圖才有意義 對不對 這是桃園 那你一樣可以Search 有那個 語音 但是呢 英文 發音不好 不要試了 如果按小 Windows 好 好 所以呢 簡單介紹一下 返回還是返回 然後呢 這個是 一樣關閉螢幕 哇 解鎖往上 好 好 那這個微軟鍵呢 這個Windows 它就回到這個主畫面 那你 按一下Home 這個防止的話 手 它是這個喔 病 喔唷 有沒有很準 有沒有很準 搬敲西底有沒有 搬敲西底 Coffee Shop 辨識中 辨識中 哇它Sinking好久 有沒有 哇 讚 有沒有 它語音編識也是一級棒的 好 Coffee Shop 表示本人發音還不賴 好 有了齁 你可以看到 那這個web 就是網頁搜尋結果 Local 就是當地 所以它是有LBS的那種感覺 它是以當地去找 News 當然是跟Coffee Shop有玩的News 就是這樣 很讚 還好沒有出賊 好 簡單介紹就到這了吧 它在這一台的話 叫做HTC HD7 所以它偽裝就變成HD7 簡單介紹就到這了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還不錯 歡迎訂閱